好 非常非常的感恩 也非常的高兴 能够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交通 来敬拜主 我想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所谓家庭教会 这是每个人在家庭里面 但是看见神的心意 要我们真正能够把家庭当做一个祭坛 来敬拜它 让我们真正的明白 原来教会其实真的不一定要在一个建筑物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都应当是成为圣灵所居住的店 那特别高兴这个时段可以跟 在加州古区国语进行会的弟兄姐妹 以及许多的在线上的主内亲爱的肢体们 一同来思想 在当今这样一个疫情下面 你我作为基督徒 我们生命的反应 我们对人生的反思 我们对继续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反省 我想神要带领引导我们 从这个疫情当中真的看见 他对他儿女的心意 他对他百姓的心意 以及他对整个世界 神的旨意和计划 所以我想今天特别要从这样一个题目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下面 我们共同的来省思 一个历史的教训 对我们今天的启发 我想今天特别跟大家要来很快地 温习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一卷 《俄巴迪亚书》 《俄巴迪亚书》在圣经里面被列为 小仙之书 小仙之书 意思不是说那些仙子比较小一点 在神的眼中 你我都是君尊的祭司 特别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有一些位被神拣选 做神话语出口 在圣经里面神使用他们 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 我们看到 《俄巴迪亚书》是其中的一位 那么小仙之的意思是指 他们的记录的启示的篇幅 比较短一点 所以被称为是小仙之书 我想其实他们跟你我一样 他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 但是他们敬畏神 他们就业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看见神乐意 将祂的奥秘 将祂出天的启示 透过他们就记录下来 成为今天宝贵的你我读起来 带着能力的神的话语 神的启示 在公元前六百年 那个时候就透过 《俄巴迪亚》来把它记录下来 《俄巴迪亚》大概是 距今六百年左右的 距今公元前六百年 所以到现在已经是 两千六百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 虽然如此 但是你看见神透过这一本圣经里面 最短的这个书卷 《俄巴迪亚》一共只有一章 而且也只有二十一节 所以是整本圣经六十六卷经文里面 可以说是最短的这一卷书 虽然如此 但是他描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发生在历史里面的一个预言 要发生的一个事情 一个事件 而且历史也真实的来回应 历史也真实的来印证 这样一个上帝透过他 仆人所发的一个预言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教训 对今天的你我 可以说特别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泛滥的时候 会带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发 我想谈到今天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所谓的在疫情当中 很多人认为说可能我们的 很多方面受影响 特别是很多学校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进行考试 我的孩子老大才刚刚复课 复课是因为他明年要高中毕业 所以这个学校就允许唯一的一个年级 连明年的毕业班都不能复课 那么他就是因为明年要毕业了 所以他们这个11年级 就是唯一的学校可以回去上课 当然上课也是在他们的体育馆里面 所以这个位置间隔很大 其实效果也不是太好 那么我的女儿到现在还没有复课 还不能够上课 当然很多考试都没法进行 那么听说加州这边现在把这个SAT也取消了 ACT也取消了 我想了其实不但是生活受了干扰影响 学校没有办法考试 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对你我来说 其实在疫情当中是一场真正的考试 或者说是一场另类的考试 我想就是在这一场的考试当中 你我能不能通得过呢 你我能不能及格呢 那么对基督徒来讲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更加的可以说是严肃 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们跟世人的反应 我们跟世人的态度 我们跟世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其实这次的疫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发现 很多人的人品没有办法通过这场考试 有的人刚刚趁着生意好像可以开始做生意 那么就尽量想办法不但要做那些赚钱的生意 比如说是改成制造口罩 改成这些的比较好卖的产品 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看到有很多的弄虚作假 很多的伪劣产品 比如说发到非洲去的有一大批口罩 后来发现里面有五百多万口罩完全不合格被退回来 那么我想当然这样的考试就 一考就考出人的人品 所以有人说一半是生意 但是一半是生活 一半是产品 但是另一半是人品 我想很多人在这场考试里面可能婚姻不及格 我们都听见在中国大陆不少的地方 当门打开了终于解禁了 终于可以出门了 很多人第一件事情就直奔那个民政局 要到那边去办理离婚的手续 因为过去这个几个月在同一个屋檐下 所谓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那么实在是再也熬不下去了 再也忍无可忍了 那么结果呢 导致很多地方 这个突然间这个离婚率就大幅的上扬 很多离婚的这个案件 这样的情形就到处的发生 那么换句话说 他们的婚姻就没有通过这场的考试 那么有的人发现他的脾气个性不及格 也许在正常状态 他还能够温文尔雅 他还能够彬彬有礼 他还能够呢 所谓的这个人见人爱 但是呢 一旦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 结果呢 很多人他们的脾气就爆发了 很多他们的情绪就非常的暴怒 我想其实这些都好像一场的考试一样 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讲 我想也许更是有四个问题 我觉得神在透过这次的疫情向我们发问 第一个就是 What is the church without a building 就是没有了教堂 你认为教会是什么呢 虽然现在很多人同意 他们也是可以透过线上来聚会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态度 跟你在所谓去教堂 很多人承认好像不太一样 去教堂因为别人看的 因为有牧师有传道 有这个弟兄姐妹 所以他穿戴整齐 但是呢一旦在家里 他觉得反正在线上 可能只看了见牧师 看了见传道 但是呢也看不见弟兄姐妹 所以呢 有的就躺在床上 有的呢就衣着不整 有的呢就边吃东西 边喝东西 边所谓在聚会 其实呢因为这段时间 对我来说比较有机会 常常在线上来分享 所以呢有时候看到一些视频呢 这些参与者呢 他一不小心忘记关掉 结果呢就各种的姿态都有 当然呢这个主持的人 我想今天的这个道德传道呢 他可能会比较心生怜悯 赶紧去把它关掉 不过呢Zoom有时候呢 可以关你的声音 没有办法关你的视频 所以呢不但要 不断地要来提醒说 哎请关掉视频啊 因为有些动作不太哑观 有些姿态呢比较 这个我想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当然另外一方面 也让我们思考 教会真的是一个 只是一个建筑物吗 教会到底是什么 你我是一群蒙招 被神招出来聚在一块 我们就是一个教会 我们就是在一起来敬拜神 那么不但这样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What is my worth 我的价值是什么 Without an income 如果现在我没有了收入 现在很多人失业了 在美国有几千万的人失业了 失去工作了 被裁员了 你一旦没有了收入 你的价值是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过往是以你的 这个职业 你的title 你的地位 你的收入 以这些好像世界的标准来衡量 那么今天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什么是我们真正的worth呢 是我们的value呢 是我们的价值呢 那么第三个问题 也许神在这里也同样要问我们 How do we do a plan 我们怎么来做一个计划 Without certainty 就是说 好像现在一切都不确定 那么你对你的人生的规划是什么 你对你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计划是什么 Without certainty 过去好像你觉得很有把握 跟某某人约了 这样那样要去这里要去那里 现在突然间你发现 不要说你没有certainty 你不确定 连那些的CDC 疾控中心的也不确定 那么可能总统也不确定 州长也不确定 当官的也不确定 这个世界的走向 一切都变成 在uncertain里面 不确定里面 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什么是我们 真正在神面前的人生规划呢 那么第四个问题 What do we love despite risk 就是虽然我们感觉好像是一场冒险 我们还能够去爱吗 我们还能够去爱吗 你发现在这样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好像心情烦躁 心情郁闷 心情寂寞 孤独 都有 在各种复杂的情绪当中 在面对前面所谓的很多不确定当中 你怎么表达你的爱呢 很多人说还有什么爱呢 烦都烦死了 连家人亲人配偶 孩子好像都爱不过来 我确实看见 遇到 听到有几位 他们说现在连家人父母 有一位刚刚这个昨天过世 那么他的母亲过世 那么他呢因为也没有飞机 其实当然有 当然价格太高 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虽然很难过 但是呢好像也觉得 那么也只能这样 当然这些的无奈 是的 在疫情当中有很多的无奈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里面的爱 对基督徒来讲 是随着 敬主 是随着封闭 是随着关门 而把所有这一切都关上了吗 难道我们想到的就是 我的安全 我不要受感染 我能够有收入 我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 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也许常常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能 就失去了 基督徒当有的 从神来的sertitude 却具 从神来的love 上帝的爱 实价的爱 失去了 从神来的对我们 自身价值的肯定 失去了 真正圣经所 启示出来的 神对教会的 他的旨意 所以我想 在这样一个时候 有一句话说 态度决定一切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我要说其实是我们心里的温度决定一切 很多人都知道水的状态是由他的温度来决定 零度以下就变成了冰 那么人零度以上就变成了水 当然超过了一百度就变成了蒸汽 所以水的这些状态是由温度来决定 照样我再觉得 我们基督徒的状态 其实也是由我们的心的温度来决定 我们心的温度是几度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再火热了 如果我们是冷淡了 我们后退了 我们灰心了 那么一定我们外在表达的状态是非常的糟糕 也是没有办法来真正能够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要从 刚刚讲的俄巴基亚书 说启示了上帝要给我们看见三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他对人有审判 但是在这个审判当中 他特别要对于所有的人 要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警戒我们 当然这位神他向我们所怀的 永远是平安的意念 是怀着无比的慈爱 神既不连续自己 把他的独身子都为我们舍了 神还会留下什么样不给 凡敬敬畏他 爱他 等候他的儿女呢 所以我想 今天呢 当我们重温俄巴基亚书 我们要看到这三个信息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三个信息 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把当中的这几节圣经 把他读出来 这是神对我们特别的一个警戒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当中 多巴基亚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请允许我在这里 给弟兄姊妹们 给我们献上的每一位 我们要把神的话念出来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 犹大人被灭的日子 你不当因此欢乐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我名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 剪除他们中间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 交付仇敌 烟华降伐的日子临近万国 你怎样行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我想这一段的经文 是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的 场景当中 而且历史就照着上帝亲自的话语 在那里成就 在那里印证 刚刚讲俄巴迪亚书 虽然是整本圣经里面 篇幅最短的一卷书 但是在这里 它却让我们看见一个活生生的 一个历史的事件 俄巴迪亚本人 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的仆人 这一位做上帝的仆人 做神话语出口的 他当时身处在 跟他同胞一起 被辱到巴比伦去 是在他的国家 面临到国破家亡 这样一个场景当中 也就是这里提到的 犹大国 他们国破家亡 他们被辱到了巴比伦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却宣告 人的骄傲 人的残暴 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审判 而一个国的毁灭 要成为众人的警戒 你注意这里的一个国是指哪 一个国是指那一个 当时还山沾自喜 当时还得意洋洋的 那个叫做以东 这一个国家 这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历史 我们就知道 以东呢 其实也被称为以扫 那么以扫这个名字呢 就是指到 其实当时我们都知道 雅各跟以扫 那么这个一对双胞胎 那么哥哥是以扫 弟弟呢是雅各 结果呢 雅各呢 想了一些办法呢 就用一碗红豆汤 就换了这个长子的名分 当然了一方面 我们看到雅各确实是耍了小聪明 但是也从另外一角度 看见这个以扫这个当哥哥的 完全不在乎 不在乎神的祝福 不在乎神给他的位分 不但如此 以后这个以扫 或者说这个以东这块地方 他们就 失败于 这个所谓雅各的后裔 也就是 以色列百姓 与他们为敌 我们特别在民宿记看见 当摩西当时带着百姓 出埃及 那么要到迦南地区 其实呢 有一条进路 就是要穿越以东 穿越这个地方 结果呢 以东就不让他们过 死活不让他们过 不但这样呢 以后每一次 包括在公元前六百年的时候 当巴比伦整个攻占了 以色列的时候 以东在旁边 冲谋划策 火上加油 兴高采烈 兴灾乐祸 来希望看到 这个以色列国 能够完全的 被从地图上涂抹 所以其实 虽然当时 阿巴比亚 是在所谓 被掳的子民当中 但是上帝的话 临到他 特别在这里 指到 以东这个地方 你因为你的骄傲 因为你的残暴 上帝要来审判 但是 这个信息 其实是成为 众人的警戒 特别在今天 我想当你我 处在这样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看见 好像有一个词 很流行 叫做甩锅 大到国家之间 你推卸责任 他甩锅 你 这个 这个推尾 那个每一个都没有问题 那么到底 谁造成了问题 而且不但这样 许多的人的骄傲 许多的幸灾乐祸 许多的袖手旁观 也就是圣经 刚刚我们念的 这里面一一列出来的 一共有八个不当不当不当 不应该的 但是你会看见这个世界 历历呈现在你我眼前 但是很多时候不只是大到 所谓国家民族之间的这种争吵争斗 在一个屋檐下又怎么样 你会发现其实常常 因为你我离了上帝 我们里面的 从旧的亚当来的本性 都是自我中心 都是无药可救的 所以我们常常 同样在我们心的深处 所谓我们的小心思 常常也是会变成一样 不过到国家只是把它放大而已 所以我想在这里 上帝的话再次的来带领告诉我们 以东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属于约旦的这个版图里面 在约旦的南边 那么因为他过去这个位置 刚好在石海的下面 那么往西那边就到了西奈半岛 也就是很快就跨到埃及那边去 那么往东那边就连到欧亚大陆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样一个版图当中 我们看见当年以色列百姓 他们出埃及 经过旷野 他们本来要到渣南地区 从以东那里可以上去 但是以东不让他们过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要绕圈子 我想其实以东再次的让你我看到 第一个信息就是神要审判 神要审判 固然是的 以色列百姓他们一次一次的得罪神 所以神许可 他们国破家亡 但是神当然也应许 他们如果悔改的时候 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神会把他们再带回来 但是对于那些所谓的旁观者 结果呢 我们看到 论到以东 也就是这样一个狂傲 骄傲 神的应许 神的启示 神的预言 是一样一样都要成就 那里说 以扫家必如碎机 火必将他烧着吞灭 以扫家 必无余圣 以东靠刀剑而火 也要被刀剑所灭 他剩余的后代 无终迹可循 我想到现在 很多人从来可能不知道还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 貌似还很强大的一个国家 叫做以东国 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 你就看见 这个预言是何等的真实可靠 那么这个地方 圣经描述也被叫做红色的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砂钢石 这个石头呢 是里面有很多的含铁的成分 所以呢 这个呈现出来的就是红色 那在考古还没有完全把这个城市挖掘出来 当然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就是圣经多次提到的以东的首都京城 叫做希拉 旧约里面把它叫做希拉 那么后来呢 这个因为到了祖后呢 这个地方被阿拉伯人占领 他们呢就给这个城市呢 叫做Petra 那么中文把它叫做Petra Petra 这是指岩石 那这个城市 其实是在偶然当中被发现 是在两百年前 有一个瑞士的一个年轻的探险家 叫做贝克哈特 那么他读了圣经以后呢 就发现圣经多次提到 以东这个地方 那么他根据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地理位置 终于呢就在这个约旦的南边呢就把这个城市发现 那么当发现出来以后呢震惊了整个的世界 我想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呢看过这个好莱坞拍的一些电影呢 很多呢都用那个城市来作为一个拍摄的现场 比如像《独堡骑兵》 那么还有呢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影 其实用这个场景呢还拍过不止一部电影 当然《独堡骑兵》呢是因为比较出名 那这个城市被发现的时候呢 到了这个1987年就被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7年呢就被评选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 因为人们实在是惊讶 那就在这样一个山谷里面 竟然会有这样的一座非常壮观的 在石头里面可以说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这个一些图片大家可以在Google上面 或者百度上面你可以收到 那这个城市被发掘出来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想当你看到这个城市的规模 你看到这个城市在几千年以前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壮观 我想其实不过只是告诉我们 正像刚刚我们读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读整本的《独堡骑兵》 但是如果你在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一早就告诉我们 要从高处把这个大阴拉下来 高处被拉下的一个大阴 意思就是你这样的骄傲 你虽然在高处在隐秘处 那么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旅游的话呢 去到约旦那个地方 你会惊讶很多人会想要去 看一看这个Petro这个城市 它呢海拔在一千多米以上 高处而且非常隐秘 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因为原来它在一个峡谷当中 而且这个要进入峡谷呢 是非常的险峻 其实呢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去 那么这条道路呢 是在峡谷里面非常隐秘的一条道 全长1.5公里 那么它最窄的地方呢 只有两米宽 所以呢基本上很多人呢 都不晓得 原来进入那个峡谷走到尽头了 竟然会豁然开浪 有这么大一座城 Petro 他何等的骄傲 刚刚提到 以东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很有资本 那么刚刚念的圣经 其实就告诉我们 他们自夸 他们有四大资本 这个第一个资本就是 绝佳的地理位置 那当然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 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一守南宫 在古代的时候打来打去 那么他们因为是 得在一个山谷里面 而且呢近来山谷的 只有一条通道 所以呢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险要 那又加上他在 在刚刚讲东西做贸易的时候 在古丝绸之路上面 所以那个地方对当时来讲的很多人 等于那些骆驼商队呢 他们都要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驿站 在那里呢 这个粮食的补给 而且呢 虽然他在那么高的地方 但是他那里呢有一股泉水 中年不断 所以呢 对他们来讲呢 因为有水 那后面呢有一块的地呢 他们开采出来 可以种很多的粮食 种庄稼 所以呢他们有恃无恐 觉得呢 反正有粮 反正呢有水 而且呢地势险要 所以这次成为他们很骄傲的一个资本 那么我常常想到呢 对今天 比如以加州来讲 地理位置 加州呢 因为是在美国的西海岸 那么阳光充裕 被称为是 Golden State 金色之洲 那么物产也相当的丰富 很多的水果啊 加州的醇子啊 这个Orange啊 还有呢这个加州的这个葡萄啊 等等 好像呢 这个我们地理位置非常好 靠的太平洋 漫长的海岸线 很多的beach 很多的海滩沙滩 然后有阳光 然后呢我们有相当面积辽阔的 加州在美国呢 算是一个地理上 位置相当面积大的一个州 其实常常人心 因为这样就开始骄傲 当年的乙东 他们拒练了无数的财富 当这个1812年 这个瑞士探险家 发现的时候 不断的有人去考古 后来发现 他们这个里面 竟然还造了很多的 叫做长宝库 就是收链了很多的财户 因为 当时的地理位置 他们正好就在 丝绸之路上面 所以东西方的商队经过 都要在那边落脚 那么他们也就征收了 很多的这些所谓像 关税一样 他们觉得我们有财物 加州的曾经是全球 第六大的经济体 我想现在可能也差不太多 有硅谷 那么有各种好像摇钱树 赚钱的 所以常常有时候 人的骄傲从哪里来的 第一感觉 我有个很好的location 我有个很好的地点 好像很多人骄傲 因为他有一栋大房子 然后很多人骄傲 因为他银行有很多存款 经济非常丰富 那么对当时的这个 Petro 对当时的乙东来讲 第三个骄傲的资本 就是觉得我有很多朋友 我的朋友圈里面圈子很大 为什么 因为当时很多地方要利用他 巴比伦他们要攻打犹大的时候 他们就跟乙东做朋友 所以圣经特别说 与你和好的 其实是欺骗你 那最后呢 结果乙东就毁在那个 巴比伦手下 当时他以为他可以 跟这个结盟 跟那个友好 真的吗 我想其实我们人常常 把这些东西当作 我们骄傲的资本 我们人脉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交友 我们的知名度 好像这些都变成骄傲的资本 那么当然第十样 就是所谓有软实力 有硬实力 上帝说我要从乙东除灭 智慧人 从乙嫂除灭 聪明人 第一人才 好像是当时 以东并不确实 如果你今天看到 这样一个 在山里面完全建造起来 雕刻出来的 这样一个城市 你会大大的惊讶 确实 可以说当时他们 这个里面人才 非常多 他们建造了 可以容纳四千多人的 这个剧院 剧场 跟古罗马剧场一样 而且他们在这个里面 还建造了公共浴池 建造了雄伟的宫殿 刚刚大家第一张图看到的 就是你一穿过那个峡谷 你就被震惊 被震撼 那么这个是所谓软实力 加州也觉得我们有人才 我们有一个Silicon Valley 我们有硅谷 我们有各大公司 最聪明的头脑 好像都汇聚加州 那么硬的实力呢 就是我们有武力 我们有拳头 圣经说这些勇士 就是用现代的话来讲 这是军事的强人 所谓我们有软的 我们有硬的 我们有各种的人才 各种的实力 你发现这就是当时 以东他们认为 他们以仗的所谓 骄傲的之本 所以非常狂妄 我们战无不胜 我们毫无问题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 以东 今天你到历史上看在哪里呢 为什么上帝的审判 要领导他们 我想今天你我确实很多人 同意 如果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没有任何的反思 我们就白白浪费了这场疫情 我想不但是整个世界 需要好好的反省 其实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更当在神的面前来 反思 在这次的大考 最后 最后 当然不一定是最后 后面还会有 但至少是一个 一个好像期末考一样 我们通过这场考试了吗 为什么 以东 神要发这样的预言 是因为他们八个不应当 你不当不当不当 刚刚我们把这个世界经文念出来 这个八个不应当 简单归纳 就是五种不应该有的心态 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 我想对今天你我来说 也许 我们求上帝光照我们 当我们说反省的时候 一定是有一面镜子 放在我们面前 这面镜子只能够是 神自己的话语 因为祂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祂是我们行事为人的 一个准神 祂是整个世界当有的 当真正来对照的一个标准 如果你把神的标准拿开 你发现这个世界 不再有任何的标准 你有你的礼 我有我的礼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所以吵来吵去到现在 要不就站队 你站在这一方 你站在那一方 这个要查 那个不要查 这个是骂这边 这边的骂那边 如果离了上帝 你发现没有任何行为的准则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很清楚 我们有神的话 作为我们生活 行事为人的标准 这里第一个提醒我们 就是袖手旁观 不管不顾 个人至少门前雪 我们只要把门关上 我们只要确保自己安全 我们不闻不问 我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排除这种心态 刚刚我们讲过 神的话这样清楚说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的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他们受苦 我想在世界上 因为没有上帝 人常常会这样 如果你我还记得 在三年半以前 那么在日本 发生一个留学生 她的名字呢 一个女孩叫做姜戈 姜戈 那结果呢 这个被害被杀 在哪里呢 就在她的宿舍的门外 这个有一个也是 中国去的一个男生 叫陈世锋 就把他杀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 很悲惨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姜戈 他有一个室友 一个roommate 还是他去主动邀请他 因为那个roommate 说当时没有地方住 那么把他接来 那么结果呢 当时外面听到这样的哭喊 听到这样的 他把门关得紧紧的 不闻不问 袖手旁观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件事情呢 就折射出来 常常我们的心态 好像看到 别人在遭难的时候 好像跟我们无关 我想对神的儿女来讲 我们的心态该是什么呢 非常感恩就是 但是在疫情里面 其实在欧洲这边的疫情 也相当的严重 跟在美国一样 我知道加州现在也 感染的人数大概 这个死亡的人数 也已经相当的高 虽然疫情很严重 但是在欧洲许多地方的 教会弟兄姊妹 他们就把口罩 把消毒液 甚至于把护目镜 把防护服 就送去给周边 给警察局 给医院 给老人院 给周围的邻居 我想每一次当这样做的时候 真的 虽然他们自己是 同样冒着很大的风险 甚至于当时有一些警察 还不太理解 在意大利发生 警察说你们怎么跑出来 太危险 而且怀疑他们的企图 但是呢 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靠住了恩典 直到最后呢 这些警察深受感动 原来基督徒你们的价值观 你们的心态不一样 你们不愿意袖手旁观 虽然在这样一个危险 人人都躲在家里的时候 你们却愿意 一家一家的 把这些口罩 放到那些信箱里面 尽量的去帮忙 因为神的话说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 我想求神恩待怜悯我们 让我们 第一个反思就是 我们的态度如何呢 我们是采取袖手旁观 反正只要我没有被感染到 那整个事情就跟我 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想法 都求神来改变我们 不但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也求神怜悯 怜悯那些百姓 每一个数字背后 都是鲜活的生命 我们求上帝恩待和怜悯 不但如此 还有更严重的心态 犹太人被灭的日子里 不但因此欢乐 这是当时以东人 一个真实的心态 就是他们兴高采烈 我们都记得 美国911发生的时候 甚至很多地方 这个真的有人放鞭炮 哎呀太好了 3000美国鬼子又被消灭了 那么这次的疫情怎么样 有的地方你看到 确实拉了布条 哎呀 祝他们疫情一帆风顺 我想其实这种心态 当然不认识神的 有这种心态也毫不奇怪 常常会幸灾乐祸 哎呀你操作业都操不像啊 但是我想神的儿女 愿上帝帮助我 我也注意到现在 在有一些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常常也为了一些议题 就吵到不可开交 彼此好像仇敌一样 但是为什么来吵呢 不是为着福音的真理 不是为着真正 从神的话里面 彼此的劝勉提醒 而是变成对于一些发生的事情 你的立场 他的立场在那里 好像都巴不得对方 巴不得跟你不一样了 最好能够情形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严重 我想我们要求神来 检查我们 也来提醒我们 幸灾乐祸的心态 不但这样 而且还有狂傲自大的心态 神特别对乙东说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狂傲啊 我们好像山上的大鹰一样 这个我们有恃无恐 我们非常安全 我们没有问题 这种狂傲自大的心态 是神所恨的 我想你在世界上常常看到 有的因为游泳相当出色 那个口气那个话 你再游快一点 你可以来喝我的洗脚水 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狂傲到一个地步 我想名字我就不提了 你懂的 但是常常在狂傲当中 狂心在跌倒之先 你眼看他起高楼 你眼看他烟宾客 然后你眼看他楼塌 好像刚刚讲的 这个口出狂言的 这个游泳选手 到现在已经名声扫地 我想其实常常 神的话提醒我们 我们千万不要 有这种自大的心态 不错一方面我们华人 因为早先特别海外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中国发生的情形 所以比较会有警觉 但是我听到有 常常现在很多人说 你看就我们华人 好像不像他们死的伤 大概都是那些 不戴口罩 大概都是那些 好像我们华人是 非常的有智慧 我们是非常的懂得至保 我想其实我们要求神 帮助我们去掉这种狂傲的心态 特别是在这里说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那么更可怕的 真的会有落井下石的 这种心态 落井下石 我民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我想接下来整个世界会面对 不但是经济的下滑 许多人失去他的职业 很多家庭可能 生活发生很大的问题 我想这些情形 其实东方西方都会发生 但是在这种的过程里面 身为基督徒 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我也看到有些人 已经准备摩前擦掌 哎呀 这个虽然是一个危机 看看怎么样能够找到更多的 发财赚钱的机会 我想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你可以做生意 但是请你记得 对基督徒来讲 神更看重我们的生命 你可以卖成品 但是请让你我 共同寻查我们的人品 我想神的话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第五种心态 就是毫无怜悯的心态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 减除他们中间逃脱的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 交付仇敌 这就是exactly 就是当时乙东人所做的 历史告诉我们 当犹大国灭亡 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有一些人本来逃出来了 结果乙东人把他们抓住 再把他们送到巴比伦人的手中 这就是活脱脱他们所做的 站在岔路口 减除他们中间逃脱的 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 我想你会看到如果没有上帝 整个世界本来是毫无怜悯的 每个人都是好像非常刚硬的心 大家最近看到一个视频 这个一群大妈们在跳广场舞 但是就是因为几个小朋友 很可爱 滑板滑来滑去 那么有几个就从他们当中穿过去 其实本来也没有问题 广场本来就是给大家用的 也没有规定 一定是让你跳舞 当然人家滑板没有问题 有个大妈就不行了 他就小朋友过来 他脚就伸出去 结果把那个车故意绊倒 结果那个小朋友就脸朝地 就这样摔下去 不但是如此 而且你看他那转身就若无其事 转过去又继续跳到他的广场舞 我想当你看到这种的时候 不但是你觉得说 这些怎么会这样呢 你这样一把年龄 你怎么 如果这个是你自己的孙子 你会怎么想 但是你会发现世人本来就是这样 毫无怜悯的心态 但是神却要他的儿女们 我们不可以这样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 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 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 我想这个世界里会看到 越来越没有怜悯 彼此的甩锅 彼此的交相的指责 彼此的冲突会越来越严重 这本来就是圣经讲的 他们没有亲情 但是对今天基督徒来说 你我 愿神帮助我们 上面所提到的这五种心态 都是神 证悟的 所以刚刚讲过 我们人的状态 是跟我们心的温度有关 神的话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一生的果效 是从心发出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神告诉我们 刚刚我们念的第十五节 你怎样行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所以你现在明白 不是神无缘无故 让乙东从地图上消失 是实在 他的狂傲 他的心中无神 目中无人 一次一次的犯罪得罪神 所以从另外角度 当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 在所谓疫情当中的时候 很多人在那里说 上帝在哪里 为什么允许这些发生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常常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像上帝的话 所告诉我们 刚刚刚讲的这个五样 我们哪一样没有 大到国家 小到族群 再小到一个屋檐下 你会发现这也是经常性 我们在人性里面 所泛滥出来的这些杂质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 给自己挖了坑 我们掉进去就一点都不奇怪 结果我们常常还要去 折骂上帝 而神的话很清楚 他是轻慢不得的 你怎样行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你的报应必要归到你的头上 但是在这个信息里面 我们看见神 他给人有盼望的信息 刚刚讲过 第一个神有审判的信息 然后神有警戒的信息 但是神永远是一个 向我们怀的 守约施慈爱的神 所以如果你读到 德巴蒂亚书 他最后一节是留在这里 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 审判以扫山 国度就归烟化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线上的各位好朋友 这是一个真正 叫人得盼望的信息 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 是的 神要审判以扫 列国都要受审判 这个审判不只是 是给以东这一个地方 是给万国的 列国的 但是神的拯救已经出现了 国度要归于耶和华上帝 主耶稣他要救我们每一位的灵魂 要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身体会过去 地和其上都会过去 也许有些人侥幸的 没有受到coronavirus 这次新冠的任何伤害 也许你身体也健康 也许你工作也还稳定 也许你觉得收入还没有减少 甚至有些人 突然间我看到这个那个好像 发财了 赚了很多钱了 但是圣经的话是这么清楚 地和其上都要过去 你不可能靠你的房子夸口 你不可能靠你银行的积蓄夸口 你不可能靠你的交友广阔夸口 你也不可能靠你所谓的软实力硬实力夸口 因为这些都是当时以东所夸口 结果的眨眼间灰飞烟灭 其实历史告诉我们 以东这个国家 特别是希腊当时这个京城 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败亡 一夜之间就被人攻占 然后很快这个商业改到了 过去他夸口仗着在这个丝绸之路 在这个商贸的路线上 结果呢以后呢改到了 就从上面走 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个 特别是从这个伊利哥那个 这个是在他上面那边开辟出来 以后呢人就不走他的路 所以呢一下子这个衰败之快速 我想今天这个小小的一场疫情 也让我们看到 无论你有多么强大的 无论你是世界老大或者老二 或者老三 无论你是谁 结果呢小小一个病毒 小到你在显微境地下 都不太容易找不到 就让你完全没有可夸口 但是这里一个好消息 是拯救着我们真正的Saviar 这是我们真正要仰望的 现在很多人期待着疫苗 期待着某一种的神药 期待着这个那个的方法 但是真正重要的 不但能够救我们身体 更是救我们灵魂的这位Saviar 耶稣基督 他要审判 但是他同样在审判里面有拯救 凡谦卑悔改归向他 就必得救 这是上帝给人一个 何等美好的一个信息 国度要归越何华了 所以我想 最后你我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真的如今落在一场 很大的患难当中 很多人说 好像前所未有的 这么广的 这么深的 一场大的疫情 但是越是在大患难当中 我们越需要大的警醒 因为是在 看见主来的日子尽量 他要上西安山 他要审判伊扫山 到底你要在哪一座山上 我们岂不应当到西安去朝见神吗 国度要归于耶和华 他不但是审判了以东 他也要临到万国 这是这卷书很清楚最后的信息 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都是把以东已经扩展到 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万国 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 我们去寻找他 趁着他向我们还在怜悯 恩典的门还打开的时候 让我们进这一扇门吧 在疫情当中我们来寻查自己 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场考试吗 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的一位同工 我们一起在德国这里 服侍了半年之久 本来要请他来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的负担主要在宣教的方面 所以也跟弟兄姊妹提出来 我仍然会留在这里 但是可能服侍的面 特别是欧洲许多的地方 可能会更多的参与到 面向整个欧洲的服侍 所以这个弟兄 我们特别把他从波兰 请到我们这边来 他刚好是一个传道人 那段时间也是在自由传道当中 所以我们就请他来 非常感恩 很年轻才四十出头 一位弟兄 一位传道人 那么就在几天的 当他回到波兰 一月份回去 到那边去办理他的工作签证 因为在德国这边 你不能够用旅游签证 这样不行 需要有正式的工作签证 所以他就需要回到波兰那边 从那里向德国驻波兰的大使馆 来申请这个签证 那么就回去以后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 还在等待这个签证的过程里面 就非常有可能 就染上了这个新冠 那么只有不到十天 在那里发烧 低烧 然后躺着 我们也常常有联系 但是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人会想到 因为波兰一方面 好像似乎疫情也不是那么严重 3月24号 就被主接回天家 我想这个弟兄 但是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虽然只有不到半年 也许彼此我们也不算是太熟 但是在 他的妻子告诉我们 就在那天晚上 他被主接回天家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 突然间他就对他的妻子讲了一句话 他的妻子那时候 他的师母完全没有任何觉察到 他的先生会这样的严重 因为看他之前 虽然发低烧 但是好像 这个 总的清新也还可以 那么那天下午 他还喝了一碗玉豆汤 他太太师母给他做 然后喝完以后躺下 他说我人不太舒服 躺在那里 突然他就跟他的师母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要告诉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喜乐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喜乐 他的师母跟我们说 当他弟兄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任何的问题 他觉得 那大概只是一个属灵的勉励 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为 他的丈夫留在地上的最后一句话 过了不到三个小时 他的丈夫就回到了主的怀抱 但是这句话不但成为他的师母 他的家庭的一个极大的鼓励 也成为我们在德国这里整个团队 整个团企弟兄姊妹 在眼泪 在不舍 在伤痛当中一个极大的安慰 我就想到对这个弟兄来讲 这是他交出的一张真正的考卷 一张合格的考卷 是的 疫情当中 哪怕把生命付出去了 但是这个弟兄的心里太清楚 因为他看见那个最荣耀的家乡 他看见你我真正盼望的所在 他知道我们是为谁而活 他知道我们该怎样来活 他交出了一份何等美丽的考卷 虽然这个考卷只有一句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线上每一位神的儿女 以及福音的朋友们 让我们思想 你就算逃过了疫情 没有上帝 我们逃得过死亡吗 你有哪一样东西可以夸口 但是感谢神 救了我们里面真正的生命 神的话说 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你我虽然活着 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没有生命 在神眼中我们是死的 但是反过来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的这位传道 之所以有这种心中的力量 是因为他深知他所信的 是因为他深信 神能保守 他把他的家 他把他的妻子 他把他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个只有四岁 一个只有十岁 他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好像保罗说的 或生或死 我们总是主的人 但愿我们在这场的疫情当中 我们都能够交出和神心意的考鉴 能够让我们的灵里面成长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段时间 我们比过去多了一些时候 不需要花了在路上很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好好的读经 我们可以迫切地祷告 我们可以在线上 跟弟兄姊妹连接起来 我们可以用主的爱 来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周遭的人 爱我们的灵社 我们的脸不需要是一张苦瓜的脸 不需要是一个忧愁的脸 不需要是长须短叹的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洪水泛滥 我们的主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 他要我们说 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 这个喜乐不是装出来的 这个喜乐是真正 我没有这个把握 因为他掌管明天 因为他是我的救主 也是我生命的主 愿上帝恩待 我再次想到跟古区国语进行会 真的是有生死之交 25年前来到古区国语进行会的时候 在路上发生很大的车祸 跟死亡擦肩而过 就在那个场合 当那个车子变成一堆废铁 我还想着要回到那个车子里面 去取我的那个带的包 因为我发现里面的驾照 还有钱包都在里面 突然间就在那一刻 圣灵在我里面 一个很强的一个提醒 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 因为我刚刚借了一次生命给你 这个印象到现在何等生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我每一个人 我们的命都是神借给我 让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 存留在地上 为的是要来传扬它 来见证它 也来荣耀它 但愿我们靠着的恩典 我们属灵的生命 能够像阴阳暂时上腾 在神的国度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停在这里 主耶稣谢谢你 主啊何等奇妙 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网路 我们人不在一起 但是我们却更紧密地 被圣灵连接在一起 主啊让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做出当有的反思 主啊我们看见历史的教训 以东因为狂傲 因为残暴 神你就以公义带它 主啊今天你帮助你的儿女们 主啊让我们真知道 你是可畏的 你是大而可畏的 让我们乘着敬畏的形象 让我们对你的话语 对你召集我们的聚会 对我们每一次的敬拜 对我们自己的祷告 都是存着恐惧 占尽的心 因为神你是可敬畏的那一位 主啊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世上罪的残累 活出上帝儿女的荣耀 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心是 争得了自由 主啊愿你帮助保守 引导我们 更深地进入你的里面 听我们这样祷告 把一切荣耀送赞归给你 我们如此感恩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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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